! 大家好 為大家介紹一下 一個四合一的 土壤日照 溫度 酸鹼質 還有水 水含量的測試 它是用九福特的電池 我們來示範給大家看 9伏特的電池 我們先把電池裝上 電池裝上之後呢 它就會有螢幕顯示了 首先先示範一下 如果這一個長按的話 要長按 它會關心 然後開機的話 這ON按一下就會開機了 那溫度的部分 一開始它顯示了它的探頭 它的探頭在這裡 一開始它顯示的溫度 是我們的室溫 空氣當中的室溫的溫度 那這個光照度呢 光照的探頭 它現在照的是日光燈 日光燈的部分 那首先我們試一下光照的部分 然後光照低的話 它就會顯示LOW 那好像說我們接近光照 牆的話呢 它這邊就會變 現在變成NOR- 當我們塞到外面太陽光的時候 但是這個就是海 這是光照度的變化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 數字有做變化 這是光照度 那溫度的話呢 基本上你是直接 碰 碰水就會有溫度變化了 另外有一點要跟大家講的 像這個 像這個水的部分 水含量的部分呢 如果呢 如果一開始你放進去水裡面 它這邊沒有數據變化 那我跟大家講一下 你必須呢 在偵測的時候 先按一下O-N 然後再放進去 這個時候它就會有變化 下面是切換開關 然後再放進去 然後再放進去水裡面 它就會有變化 它就會有變化 上面是切換開關 像這個是PH值 PH值呢 如果你有一種情況 不管你怎麼放都沒有反應的話 你一樣 在測試之前 切到這個PH值的時候 按一下O-N 然後呢 再放下去 它就會有PH值的變化 如果你沒有按O-N的話 它有可能 是你放下去的時候 它完全都是維持系列明 沒有啟動的情況 像這個是肥皂 你放下去 它PH值它就會變 它就會變 那你切回來 切回來這邊 水分量的話 也是一樣 你要按一下O-N 再去測水 它就會變化 它會有水 深淺 水含量的變化 就對了 像這個水含量 變多 那個 照整體一下 照整體一下 要看到我倒水的樣子 現在水很少 現在水很少 沒關係啦 你穿上去 你會吸回來 它會放大 對呀 這樣才知道 現在放上去 沒有水分的時候 厲害了 這是角度的問題 對 然後 然後 如果把水倒 一點流進去 它現在變成 很濃 水分到 比較多的程度 然後 你已經更多了 那水分 基本上 我們這麼說好 基本上它這隻的設計 水分跟 你的這隻 深淺 是有關係的 當你的水分 是在很低的時候 它呈現的是少 水分 在很低的時候是少 滿到中間會多 越滿 就會越多 所以當我這樣子 一點點的時候 不一樣 不用放大 我要讓它看這裡 看這裡 一點點的時候 它是少 這樣子它會更多 這樣子它會是最多 W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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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記得 如果你 它這兩個數值 水分的數值 跟 PH值的數值 它都需要 ON啟動 當你要測PH值的時候 如果你放上去 它會變化 表示它已經啟動了 如果它沒有啟動 那請 在 要測試之前 按一下Owen 當它啟動之後 再放上去 這樣才可以 這樣才可以啟動 這是一個重點 那因為剛好 我遇到有 之前 我們其實一直以來 銷售沒有遇到客戶有使用問題 然後遇到一個客戶 問一個問題 他說 他的這個 PH值都不會動 然後呢 他這個水分都不會動 那 它就是沒有按Owen啟動 如果你有按Owen啟動的話 它就是會變化的 再試一次給大家看 如果它會變化 當然OK 如果它不變化 那你就把它取出來 按一下Owen 如果不行 你可以做一次 關機 然後再重新打開 然後在這個情況之下 按一下Owen 再去射 再去試一個水分 多管 這樣子就行了 OK 影片提供我們大家都參考 感謝大家 掰掰